文蝦老師齁 對我來講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真的是台灣的寶島歌王 他 我記得我十來歲的時候 他有一次到新竹民眾活動中心 哇 那時候那個年代 那個應該是要五十幾年了吧 五十幾年 快六十年 他帶著這個文蝦小女孩一大堆 然後開著敞篷車 哇 一看他 哇 天啊 當明星 當歌星 都開著 有夠棒 我去那一次看了之後 我就立下誓 我說我以後一定要當歌星 他就是我的啟蒙老師 那時候我大概十一二十歲左右 你知道嗎 所以他其實對我影響蠻大的 到九十四歲 那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所以 雖然心裡也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他 一路來走的真的是 台灣真的是台灣的寶島 寶島歌王 體積好像最近又那個 癌子數又升高了 你知道 前天才剛剛又做完檢查回來 本來只有 本來只有是十六點多 癌子數 前天一看出來三十八點九 一升高那麼多 那表示這個癌細胞又增加了 那 我有問過醫生 他說他這個可能 有很多在肺裡頭 他現在又檢查出來肺裡頭 之前就又爆開來 你知道嗎 以前本來只有0.3公分左右的 現在已經檢查出來 已經到了一點多公分這樣 所以可能還要再 下個禮拜要去做檢測他的基因 癌基因 因為基因檢測出來的話 就可以針對是適合什麼樣的藥 去殺這個癌細胞這樣 講藥是沒有辦法化療的 他已經做了七十次的化療 有抗藥性 所以沒有辦法化療 醫生也跟人講說 現在只能吃標靶的 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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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依潔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快了 沒有人 F大家 穿上了 我們 沒有人